那我們自己來針對我們的FEMA的自動化模組的操作來做一些說明 那自己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說明我們的簡訊的系統操作 以及傳真作業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的簡訊發送的部分呢 在供我們的功能的1D 在供我們的功能的1E裡面 那以下的所有的功能 我都全部使用系統來做進行說明 那我們所有的簡訊傳真的部分 在我們功能的1E裡面 訊息發送管理裡面 那如果說假如我們要發送簡訊跟傳真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說明我們的簡訊的發送 這個功能在我們的功能1E3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簡訊發送有這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跟第二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主要是輸入我們的簡訊內容 或者是我們的罐頭簡訊 那各位長官 你就可以點選我們的罐頭簡訊之後呢 或者是自行輸入你們所需要填寫要發送訊息的內容 填寫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第二步驟 我們就選擇我們的簡訊群組 那這邊要跟各位長官說明一下 通常我們選擇群組完了之後的下方的這個清單裡面 就是我們的群組裡面的所有的聯絡人 那通常第一筆資料就是全部 所以說各位長官如果說你要全部加入的時候 你要把所有這個群組裡面所有的人員加入到發送群組裡面 發送對象裡面的話我們就點選第一筆 那如果說你不要的話呢 你不想要發送這些人員的時候 你就可以點選名字後面XX 你就可以刪除 你就可以清除掉它發送對象裡面的這個資料 那如果說你要個別身家的話呢 也是一樣 我們點選右邊的這邊加入 我們就可以個別的去加入 那這個是這兩個輸入的方式 另外第三個方式呢 就是我們的快速輸入門號的部分 各位長官只要在上面輸入手機門號 然後再按加入發送清單 那我們系統就自動會把你剛剛所輸入的電話號碼 加入到我們的發送對象裡面 那我們加入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去做一個發送管理 那這邊呢 跟各位長官另外說明一個比較 這個這個快速輸入門號的這個 另外一個功能 如果說各位長官你們有在輸入 就是說自串的電話號碼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 文字文字文件的功能 來做一個資料的一個排整 比如說各位長官 如果說你們有在匯整資料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在手機 你就可以直接在文字文件裡面 然後直接以逗號做區域 逗號做區域的這個電話號碼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輸入 假設如果說你今天有二三十筆的資料 全部都是像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你就可以繪成像這樣子的格式 然後呢把它複製到我們的 我們的快速輸入門號的部分 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加入到發送清單 那我們的那個快速輸入門號的這個邊呢 就會依照各位長官 你們所輸入的逗號去做切割 將你們將每一筆的資料 塞到我們的發送對象裡面 所以說各位長官 如果說你們有像這樣子 以逗號做區域的 這樣的一個資料格式 你就可以一直 你就可以匯整成像這樣子的格式之後呢 貼到我們的快速輸入門號的部分 然後再點選加入發送清單 那系統就會自動將這個門號做切割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全部寫到我們的發送對象裡面 那當我們選完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就可以點選我們的發送簡訊 那我們當我們點完發送簡訊完了之後呢 我們的簡訊就會跑到我們的111裡面 簡訊管理裡面 那各位長官就可以看到像畫面上面一樣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發送的我們的 我們的 簡訊的傳送狀態 以及我們的收件桶人數 那如果說你要想看 詳細的這一筆 簡訊發送的詳細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功能 點選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傳送狀態 或者是傳送成功 那如果說傳送中的話呢 它就出現在這邊 那已經發送出去的部分的話 那它就會出現在下方的這個清單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的簡訊 簡訊發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的一個簡訊 發送的罐頭簡訊 來做一個管理 那這個罐頭簡訊呢 主要是提供給各位長官 你們在輸入那個簡訊內容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需要一筆一筆的去 我們就不需要一個字一個字的Key進去 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功能呢 把資料直接帶到我們的 直接帶到我們的那個簡訊內容裡面 那我們就是可以把這個資料 我們只需要去修改我們會變動的這個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比較快速的 把資料輸入到簡訊內容裡面 那我們就去新增罐頭簡訊 我們點選這個罐頭簡訊的內容 我們只要把我們經常輸入這個簡訊內容呢 我們把它替上之後按新增 那我們的我們的簡訊罐頭簡訊呢 就已經輸入完畢了 那如果說各位長官啊 如果說你們就是說我們有在做簡訊 群組的管理的時候呢 也可以利用我們的功能的117 管理簡訊群組 就可以把我們每次應變輪子 經常所需要發送簡訊的人員 我們就可以把它匯整在一個群組裡面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透過我們的簡訊發送 把相關的簡訊 我們就可以從簡訊發送裡面 去讀取我們的這個簡訊群組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把訊息發送出去 那我們去新增簡訊群組呢 也是一樣點選我們的功能117 然後再點選上方的新增簡訊群組 那我們就可以輸入我們的群組名稱 當我們按確定新增的時候呢 它的畫面就會彈掉出像這樣子一個畫面 它就會依照我們的群組名稱 那各位長官 你們就可以依照通訊路的分類 然後再去選擇你們的指分類 還有你們的聯絡人 你們就可以把它加入到 加入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群組名單裡面 那也是各位長官特別注意 你目前加入的這個 加入進去之後還沒有加入 你必須點選下方的加入這群組 才是真正的加入到群組裡面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的簡訊群組 管理的一個功能的操作說明 那我們的傳證的部分 也是跟簡訊操作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在我們功能的意義是 傳證發送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那由於去年度啊 傳證的部分有做做一個改版 中華電信他那邊有做了一個改版 所以說今年度我們的的簡訊發送的部分呢 我們選擇Word檔 以往以往的傳證只能發送 點Doc的Word檔 那 目前 由於中華電信他那邊已經進行改版 所以說往後啊 我們現在都已經支援 可以直接 選擇點Doc的Word檔 就可以直接進行發送 那我們怎麼去把我們的副檔名打開 因為目前局內所有的電腦主機 他的副檔名其實是沒有開的 那各位檔官如果說要開我們的副檔名的話呢 我們只需要 我們只需要我們點選我們的那個資料夾 我們點選我們的資料夾 在我們的檢視 點選我們的檢視 然後把副檔名 這個 打勾起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 檔案的副檔名 那各位檔官就可以看到所有檔案的副檔名 像這種點Doc的檔案 就是最新2007年之後才支援的格式 那 如果說各位檔官你們的 Word檔是點Doc的部分的話 那會屬於2003版本的 Office 那目前呢 我們目前的所有的 傳真 所有的檔案都可以丟進去 那所以說各位檔官 這是去年所做的一個 改版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選擇傳真檔案完了之後呢 或者是說各位檔官 你也可以自訂自己的傳真內容 我們可以點選這個 自訂傳真內容之後 輸入你們所要傳真的相關的訊息 或者是內容 我們就可以把它貼上去 貼到上面 貼上之後呢 那也是跟我們的簡訊發送是一樣的 我們要選擇傳真的群組 下方的這些的傳真的名稱 各位長官也要特別注意 第一筆資料一定是全部加入 那如果說你不需要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從名字的後面這個XX把它取消掉 那也可以針對個別的去增加 我們就點選這個加入 點選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傳真的發送 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發送傳真的這個按鈕 點選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 它就會自動跳到我們功能的112 傳真管理的這個頁面 那由於去年度 中華電信他們的API做了一個改版 所以說從去年度到目前測試起來 幾乎是很少有傳送失敗的 那如果說各位長官 你們在這個畫面上面有看到傳送失敗的部分 大部分呢 是中華電信的API 他們可以去偵測目前客戶 就是說發送人的他們的傳真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那個我們發送的人員 他們的目前的傳真狀態是怎樣 所以說目前這個API 不過這個反應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說各位長官 如果說你們發送傳真之後 必須過20分鐘之後 在它上面的這個編輯裡面 我們就可以檢視 功能下面的檢視收訊者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清楚的知道 我們剛剛所發送的這個傳真 到底有沒有成功 那如果說有成功 它一定會出現在傳送的成功 那傳送失敗大部分是因為 那個傳真機故障 或者是傳真機未開機 那以往的部分呢 經常看到傳送失敗的部分 大部分是這兩個原因 所以說各位長官 就可以馬上透過這個功能 去知道說我剛剛所傳過去的這個傳真 到底有沒有傳送成功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真發送的部分 那跟我們的簡訊其實是一樣的 它也有一個管理傳真群組的部分 那我們傳真的這個部分呢 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新增傳真群組的這個案子 我們可以輸入我們的群組名稱 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 我們就可以 它就下方就會出現 我們像這樣一個畫面 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的傳中的所有的分類 還有指分類 以及我們的聯絡人 那各位長官也是一樣 我們必須先加入之後 點選加入之後 再點選下方的加入這群組 那我們的這個人員呢 就會加入到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變中心的這個群組裡面 那如果說你要刪除人員的話呢 我們就把右邊的這個刪除按鈕 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目前這個部分的話 那 這個資料的部分 如果說你各位長官 如果說你要檢視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透過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清單匯出 或者是要檢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點選我們的功能 前面的這個瀏覽 點選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群組的所有的清單 我們就可以把它匯出 那我們就有提供一個匯出的一個功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訊息發送管理的 所有傳真跟簡訊的相關的操作說明 或者是有這麼神 你 我們現在 這個身邊的 這個身邊的